我們採訪隊來到美國 這幾天我們一直都有跟進美國大選的最新消息 我們有訪問過民主黨競選義工團隊 他們就透露紐約這裡和華盛頓 都是一些勝算比較高的地方 而我們也是這些地方可以隨處見到民主黨的支持者 有分析說紐約這裡正正是民主黨的票倉 而這裡的選舉氣氛 就和搖擺州份賓夕法尼亞州很不同 正是賓夕法尼亞州和一條街都好 而遇上兩黨不同的支持者 他們會各自拿著自己的宣傳品 當他們一碰面 他們眼神加來已經很不客氣了 而我們在這些搖擺州份 也都比較容易知道選民的傾向 部分的居民 他們會在屋外面自己的花園 展示他們支持的候選人大大的名牌 而我們去的小鎮就這樣觀察 也都比較多支持特朗普 而8號他們會不會投票 仍然是兩黨義工隊很關心的事 我們仍然會繼續跟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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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陸